一开始现在您关心的是一起车祸意外 这是在台北线的板桥 那么有一辆轿车当时在行津西城街附近的时候呢 疑似是因为车速过快 再加上天雨路滑 整台车失控就冲到了两层楼高的大排水沟底下 当时消防人员获报赶到现场 好在这名徐姓驾驶只有受到轻伤 轿车就这么掉落在两层楼高的大排水沟下 消防人员摸黑往下爬 抢救驾驶 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将卡在车内的驾驶拖出来 这其一位发生在7号深夜12点多 这辆小轿车也是因为天雨路滑又车速过快 失控冲入板桥西城街附近的大排水沟下 蹦蹦蹦三车 三车 这大车 那应该是先转路缆再转鸡杆再转那边下去 没错 好车就车音了 好车 听到声音了 蹦 就下去了 它就掉下去了 驾驶病大坠落两层楼高的排水沟还意识轻轻 送医后没有大碍 而警方也正进一步厘清 肇事原因 专层履龙胜利与之 台湾报道